今天是2023年的4月26号 今天呢 最主要的好处呢 就是降速 其实降速从昨天下午就开始了 按昨天上午的那种速度 就是啥呢 长出不了了 速度太快了是吧 变成主跌了 所以呢 这最近的这些天呢 我们一直在强调啊 重点是要观察降速的 速度降下去 速度降下去 它是有可能形成结构的 那这个结构呢 不太常规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看这张图 上车指数没什么好说的 分钟线也不形成结构 这个地方呢 今天有人问上车指数是不是 二浪币 二浪币的意思 就是这地方是要展开反弹了 我说至少目前看不出来吧 你现在能看出直跌了吗 你什么依据来判断直跌呢 小周期才没有结构呀 对吧 小周期也没有结构的 如果在30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这种小周期呢 它有一个底结构 还得判断 现在会不会出现 并且结构已经形成 判断现在是否会出现 二浪B 第一大浪走完之后 开始二浪调整 二浪调整的A已经走完了 或者B已经走完了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 如果一浪是五浪上升的啊 二浪应该不是五浪下跌 你们能理解吗 多浪理论也是这样啊 1235上升 然后是ABC下跌 所以他问我是不是二浪2 他不是问二浪B啊 然后我跟他说 大概率 我说目前无法盘断 大概率是二浪A 而不是二浪1 它是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 其实盘多的文字课 我的回复是很 很细腻的啊 很细腻的 所以今天呢 再做一下这个解释 在谈后的语音课 60分钟90分钟 它都是没有结构的 怎么才能够形成 60分钟90分钟的结构呢 就是进行有一个反弹 然后再想 就会有60分钟 或者90分钟的结构 好吧 没有反弹 就没有 有反弹 对啊 有这么样一个小的反弹 也不能证明是 二浪B 大概率还是在 二浪A的过程中 因此我觉得二浪A 不会在短期内结束 好吧 进行还是以观望为主 结论啊 大概率 呃 市场呢 它是万变的啊 不排除会走一些 其他小概率的那种走势 但是我们从大概率的角度来讲呢 暂时先得出这样的结论 后面如果市场有变化 我们再进行改变 我们的策略在进行改变 目前来讲不需要改变 观望为主 在第一张说啊 上升指数 能理解的反应 好的 上升指数不能期待 它这个下跌的空间很大 如果上升指数的下跌的空间很大 那很多指数呢 跌它就不在这儿了 不在这儿 好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上升50 昨天呢 差了两个点 今天呢继续差 是吧 差一个点 我们去到2616 现在呢2617 还是没有形成低波的动画 所以我为什么去讲 这上升50的低波动画呀 上升50它的跌速是最缓的 对呀 这跌速是很缓慢的 15度角 15度 15度角 对吧 然后它一旦形成动画呢 动画的级别也很大 动画的级别大就代表它形成底子结构的概率大 所以上升50假如说它是一个 一浪上升对应的二浪混淆的话 这个地方它是 它是一个很好的点 很好的点 低点 它每个指数它可能走的不一样 如果你只看上升50的话呢 这里这个机会是很好的 你们能理解吗 如果你只看上升50不看其他指数 不考虑指数之间的协调性 上升50的 目前走出这样的形态的话 这个地方的低点的机会是很好的 你们能不能理解 但是如果你去综合了 上升数没有调整到位 升上升值创业版指数出于主结果正中 那这个地方呢就 就没有那么好 好了 所以这个指数之间的协调性还是很重要的 最主要是上升指数得相对来来的配合 因此呢就是说这个上升50来讲呢 还是要 最近还是要看那个日线的动画的情况 但我之所以把这个把这个摆出来 就是假如说我们以后再遇到这种形态 一浪上升之后 二浪回调的速度很慢 长15度小 同时有日线的底部结构 那这样的机会 很好的啊 很好的 只不过在特定的环境里 在目前的一个环境里 在多指数之间 就这么别扭 是不是 这么别扭的一个情况下 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好吧 那就是目前的这个走势需要记下来 记下来 这种这种图形的走势还是 值得我们注意 好 再看 生成值 生成值呢 分化的 昨天我们说 我说跌速不会始终那么快 跌速一旦放缓的话呢 这个分化的周期呢会 会比我们预计的那个计算的周期要长一些 那这张纸 目前来看呢 没那么太大的变化 指数呢 上涨 小波上涨 无一会上涨 对吧 TF值 TF值 还在下跌 但下跌的速度变慢 需要的周期数没有变化 还是两天 还是两天 生长值啊 好 再看 中转500 中转500也是啊 这个通话没有消失 但是中转500大概率会消失啊 中转500 快半指数 快半指数和生长值索是差不多 目前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好 呃 给出一种可能性较大的走势啊 个人建议进行参考啊 创业板指数有可能走出这种走势 双结构 双结构 在这儿 先前程中转化 然后先说 目前的速度小快 大于60度小 那比前提的速度是快的 是吧 那比前面的速度快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 形成结构 下面后形成结构 然后再下 到这个为止 再次形成中化 然后速度整体调慢 如果这么走的话 上面指数也会有 经历一个反弹 再经历一个下跌 上面指数也会有 分钟线上的底部的 小周期的底部的结构 这种走势的时候 可能是未来可操作性最强的一种走势 能理解的单一 包括生成值 好了 这是 先看看大家的理解情况吧 能理解的单一 那个时候指数之间的携带性 就会相对好 对吧 近期如果形成 创业版指数或 生成值指数的底部结构 不建议操作 因为它的跌速太怪了 这个结构不常规 常规的结构是 急跌到缓跌 现在是缓跌 然后急跌形成的结构 它不常规 所以如果近期 生成值或创业版指数 形成底部结构 也不操作 好吧 那假如说代速降下 同时配合上升指数的 小周期结构的话 可能会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这个将来我们再说 这是其中的最乐观的 重要就是最乐观的一种情况 悲观的情况 指数后面继续向下 生成值 创业版指数 动画消失 上的指数继续向下 变成趋势 短期 没有地点 观望为主 这是悲观的情况 好吧 悲观的情况 悲观的情况 就跟大家都讲清楚了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来讲 就是观望为主 短期之内就没有操作了 再玩玩去 再旅游去 再办事去 咱们学员区里呢 就像春节之后 一个半月 然后等着 真的耐心点了 好吧 干货 可以 这没办法 那行情这么走 你说你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咱们等来抄一次 这个二浪的地点 没抄 也不是没抄对 抄完之后 在市场没那么走 但这次抄 不吃亏 对吧 不吃亏 然后还得等 等下一次机会 等着呗 等着呗 开门的时间 看看大家什么问题 五张图假的 不是其实悲观 一定是悲观 但经期基本上 还是没有操作了 前面别过也没有操作了 其实前大战力没有操作了 最后再说呗 咱们现在超会低 往下跌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吧 大家在想对不对 也不是什么坏事 保持一个平常性 五连节路非操作了吗 刚才说了 这五连 独目难指的 这就一个指数 如果只看五连指数 那挺好的 现在来讲 你上这指数 你刚开始下去 下接初期 ABC的A的初期 你说这这这差好远的 对吧 你去西线取经 还差十万八千 你说可以取到几千了吗 对不起 还有十万五千里 刚刚看了两只闪 刚刚看到黑熊外 看到这个熊市 看到黑熊外 黑熊好像还挺厉害的 有点背景 观音 本来呢 是送五唐僧师徒 三个谷 三个土地 三个谷 金谷 锦谷 禁谷 如来给观音的 让观音密切的量 现在来属于探污 金谷 金谷给了 扇财童子 红孩子 锦谷 排名第二的 给了孙悟空 你金谷呢 就给了灰熊外 所以灰熊外 还是有点来厉害的 他呢 手那个 手的 手的扶底 手 手观音的扶底 能不能讲一下 一世纪火力法 一世纪火力法 他的使用有特定环境 只能用于四方 现在哪是四 讲没有意义 对吧 金谷给我了 真是说山泰同志 他实际上挺有财 我回复了一下 这不就算财童子 挺动 没收到 好吧 红海尔 红海尔 后来就算财童子 算了 还有这出版界的 嗯 我说咱们学生 学生叫魔鬼怪 怎么读的 如果网应该是 魔界老大吧 人工智能机会大吗 嗯 我个人的理解 人工智能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比方说自动驾驶 我觉得现在的车企啊 包括新势力 倒是新势力啊 嗯 还是 研究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方向 还是风险还是很大的 风险还是很大的 好吧 就是 就是中国的道路的情况 是很复杂的 人员呢 可能也没有那么 对吧 嗯 讲 讲交通规则 所以呢 这个自动驾驶 一旦出现 特别恶劣的事件 这个企业 然后被大年纪的曝光 出现恶劣的交通事故 这个企业顺便就倒了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对来像三路奶粉是吧 三路奶粉出现 那个不奶粉 大头孩的事件 我这企业顺便就倒 因此呢 不是说这个事 不做 而是我认为 不应该在现在去做 如果我是一个 车的企业的负责人的话 我认为就这件事 不应该现在去做 风险性太大 等到整体的路况 然后包括交通 都很智能之后 你再去做这件事 风险会相对小一点 很多事呢 包括人工智能 一般的科技企业不要研究了 不是 第一个呢 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事 百度做了一个文心一年 这个文心一年和这个 X的GPT 相对比来讲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然后呢 国内其实还有很多公司 在做这个人工智能 那问题是 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你就会它足够的强大之后 它才有真正的应用场景 但实际上呢 如果更高级的收费又不贵 是吧 像那个X的GPT 它收费并不贵 个人用户 和企业用户都不贵 那么进一步的 也压榨了 图状企业的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不大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人工智能力的方向 可能进去还是不会有 搞搞搞什么专业 有利于将来的发展 孩子今天搞三来 人工智能好吗 有这个专业吗 我也不知道呀 搞搞去留我已经 很长长时间了 我也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人工智能 这个专业 电子信息专业 也可跟人工智能专业 差得特别软 因为人工智能这个事儿 都是近年来出现的事儿吗 刚出现大学就直接设计专业了 老师上那儿找不去呢 对不对 大数学专业也可以 数学专业也可以 统计学专业也可以 信息工程专业也可以 但是人工智能它是一个专业吗 我不知道啊 我说呢 这个别的产生不知道 可能杭州也是这样 可能杭州也是这样 杭州也是一个 这个阿里巴巴的总部嘛 对吧 包括很多 这个电商 电商 电商的这个 IT行业 反正北京的IT行业的就业压力特别大 疫情这几年吧 忽然往企业生存的压力就很大 我知的我已知的这些大厂 新浪 是吧 孙文 渊源很深的 这种新浪 财源 比例还比较大 然后爱奇艺 据说财源40% 然后 这个什么网易 什么 这个大厂啊 传统的互来往企业 都在财源 然后财源之后呢 就会导致 前两天我听说这个阿里巴巴的一号业工被财了 一号 一号 一号业工被财了 当然他肯定是不缺钱了 但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互联网大厂的财源 而且不是说一两下 是一个普遍性的 一财源之后呢 就这些人就变成了失业人 尤其是什么呢 就中年的失业 失业 失业人员 他会一点变成 他会长去 但是呢 用人的缺口特别少 工作关系失衡 所以呢 这个IT行业的人才 我认识的 有一年找不到工作了 对啊 他不是兴趣高低的问题 比方说他原来是3.5的月行 原来这个IT行业 互联网行业的这个薪水 特别高 现在据说是连1万5的工作 都找不到 找不到 从3万5 下到3万 降到2万5 现在1万5的工作都找不到 就是因为年龄大了 然后呢 还有房子需要供 每个人需要供好多的房贷 压力很大 去上台上 差不多 注意啊 差不多 因为互联网行业的这个人才 根本就不是说 给人来上台的问题 要不太多 除非互联网行业 原来 原来新的发展 但是现在来看 有传统的互联网行业 比不过新的互联网行业 你走进啊什么的 这都属于新媒体啊 新的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的模式 那以上呢 传统的搜红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还记不记得搜红 原来新浪 新浪 我 我现在都很少上新浪 记得 在那个访问量或什么呢 对吧 这很少了 很少 广义 搜狗 搜狗是不是被 腾讯把这项目取消了呀 搜狗 人工智能炒股能实现吗 目前最好的人工智能 Chat GPT 无法实现 你们的管股票的东西 他连看着说他都不说 好不好 我的小孩今年毕竟拿到了三个大厂 IT大厂的offer 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你的小孩毕业应该是名秀 能力 如果你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的 并且是IT专业的 那肯定找工作不是啥事 我们 但是我们不是每个小孩子 他都是名秀呀 现在985的都不好找 第二个呢 就是第一个名秀 第二个他年轻 校招嘛 给的钱也少 是不是 明校 年轻 校招 这三个家起来 趴又再到不到工作 就业市场就是大问题了 但是我说什么意思 就其他行业没有这么多点 主要是互联网 互联网行业 IT行业 程序员什么的 这比较 目前半生 这投完点力之后没有回复的 跟他们介绍来讲 不断投点力 不断投点力 回复的是非常少 回复的是非常少 南大的去直接操动 我问我文心一言九转七点 然后他说了一堆废话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 但是一本能不能跟你说废话 是吧 说瞎话 所以来就很多人就会信 很多人就会信 人心一言我参加的试用 觉得非常一般 我问他股票 他就提示风险 一点用都没有 南大九八五 找不到工作就麻烦了 是 但是这个都哪大学呢 还是受欢迎啊 所以呢 就就就回到原来的那个命题 学习好的人 在上学的时候 对啊 人的一生有很多的阶段 在每一个阶段 就要干每一个阶段的事 上学的时候 你就好好学习 然后有人说 当三那里四的 邻居男的孩子 你怎么学习 现在分的挺好 那是个例啊 个例 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讲 你一定要相信科学 普遍性的角度来讲 好的学校的孩子 毕业之后 他的发展 还是要好于 并且明显的好于 一般的孩子 好吧 所以你要到了 这个结婚的年纪呢 你就要去结婚 你到了生孩子的年纪呢 你就要生孩子 人生的这个阶段 就完成各个阶段的目标 小目标 好吗 现在大家呢 大家的目标的可能就是 尽量的使得财富的增长 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有一点钱 让他们生活的压力 没有那么大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咱们还有啥目标啊 二浪币受不住 根据情况而定 现在定不下来 能定下来 我就告诉你了 定不下来 我今天讲了两种走势 一会是乐观的 乐观的走势 有可能会去做二浪币 那一关的走势 那暂时是定不下来的 好不好 留钱不如留加分 你留加分吧 把钱都花了 给他留点加分 把西北的窗户 走开 你家是西北粉 好不好 那儿子就问 你们的爸爸们 都给你留什么呢 留钱了 你们太俗 我爸爸给我留的是西北粉 家里的西北粉 改成家粉 好了 不多讲了 16点05分 今天要讲的呢 基本上 我们下期再见